其实我们过去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我们都说台湾的外交关系 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如果两岸关系好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外交拓展就比较容易 可是以现阶段来讲 现在会变成我们的两岸关系 事实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关系 变得更尖锐变得更恶化 当然两岸关系就不会好 那而且现在整个的情势 我认为确实非常严峻 刚刚在讲就说像日本防卫部 他所分析的说如果美国有第三个 这个航空母舰如果服役的话 他刚才的整个布置 包含巴士海峡 宫古海峡 和台湾跟关岛之间 这个就是很多战略在讲的 就是因为中国一直要突破 所谓的第一岛链 就是美国给他就是弄出来的 包含日本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 那如果让这个中共如果突破第一岛链的话 这个是美国是非常非常害怕 而且美国是不能接受的 那另外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台海的情势 他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牵动 比如说因为马上我们看到就是 拜登就美国总统 他就要访问日本跟韩国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比如日本跟韩国你可能 他可能去宣布一个亚太经济架构的成立等等之类的 可是比如说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韩国的总统大家也知道 刚刚完成改选 那现在的韩国总统尹锡悦 他是比较亲美的 他比较抗中 所以在这一次的拜登到访问日本跟韩国 会不会提及有关于邀请韩国参加四方对谈 过去长期以来 事实上美国是希望韩国能加入 加入包含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对谈 可是当时文在寅一直都不肯加入 可是隐形院他在大选的时候 他其实就提到说如果受邀的话 他愿意加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尖锐 就是中美关系会更为尖锐 另外刚刚为什么最近大家谈到这个台海局势 你会发现日本防卫部 日本一直都会发表很多的这个评估 还有报告不是只有美国 因为美国事实上去提醒可能台海之间会发生战事 不管是六年后二零二七或二零三零 事实上这两年我们都一直听到 这当然是因为因为习近平习大大 他今年会继续的连任 连任之后五年一任 那五年一任第一个他可能要寻求连任 第二个他曾经讲过就说 这个两岸的问题不要留给下一代 他可能考不好他自己要有个什么历史任务等等 所以美国会一直不停的提醒你 也就是在二零二七到二零三零之间 可能就会台海之间会爆发战争 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日本 日本这几年他在国防的预算支出都是大幅的成长 而且包含日本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预算的支出 因为他们他们甚至提到就说 他们觉得他们的国防预算太少了 现在只占GDP的1.2 他们要把提高到2%要提高到像北约一样 那你想想看日本调高国防预算只是针对北韩吗 当然不是嘛当然跟中国也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现在亚太 也就是美国的亚太战略里面 包含日本包含韩国对于中国的威胁 尤其军事上的威胁都越来越逼近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采取就是中共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那个策略就是他也要提前部署嘛 他也要提前布局嘛 那而台湾因为就是处在我刚讲在处在第一岛链 是中国极为非常想快速突破第一岛链的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共机绕台 还有刚才特别提到就是那个武直 还有很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飞越了海峡中线 那我看那个立委去问那个我们的国防部说 我们刚刚说还好啦只有0.5海里 这次0.5海里下次会不会变成1海里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紧张情势 现在不会是最坏 搞不好以后可能会有更严峻的一个 那个状况发生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